你们都是军人 不是政客 作战失败就是失败 为什么要推卸转嫁他人 冯天葵的六十六事不惜身陷险境 解救了中央军 可是却被反咬一口 担上了山西战败的所有罪责 老蒋也担心冯天葵会带领川军投贡 于是借口让冯天葵参加松户会战 将他骗到武汉秘密审判 冯天葵明知这是老蒋的阴谋 但如果川军可以一血前耻 才不会辜负四川人民的期盼 不会丢了整个四川的脸面 于是他不顾劝阻和危险前往武汉 在路上却遇见了好兄弟饶伯华 这也是他能够化解这次危机的关键 果然冯天葵刚下火车 就被康赵明扣押下来 这一幕恰好被饶伯华看见 他向病中的刘香发电报说明此事 并且找到这次主审贺国光 得知他们以冯天葵当逃兵为由 将他送上军事法庭审判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这是夫妻 冯天葵我也不晓得 船军有怕私利 这不出船呢 各国光自然是知道其中轻重 刘香也表示这次审判 要安排川军代表再听旁听 审判刚刚开始中央军就迫不及待攻击 老蒋则在后面默默听着这场审判 严西山指责冯天葵贪生怕死擅自脱逃 各参战将军也联名告冯天葵 弃有君而不顾 这使得山西全面溃败 战局溃败之主人就是他 冯天葵是亲者自亲 随后就一一反击他们的诬险 我从风陵渡渡过黄河 一进山西我就看见了溃兵 你们被包围了 我的一二二旅在顾湾激战了一天一夜 打的只剩下了一千多人 要不是我的这个旅 你们全军都不在了 你也逃不了 你还能坐在这心安理得的审判我吗 冯天葵气的大骂中央军没良心 这把后面的老蒋说得差点没做主 你是十四军的吧 马家坡那么重要的阵地 你们给丢了 退缩到神仙洞 日军的一个旅团就把你们给包围了 兄弟日军的第五旅团才一万多人 包围了你们三万人 你们丢不丢脸啊 康兆明这时候又提出指控 问冯天葵与八路军协同抗战 是否之前就有联系 冯天葵直言自己的部队刚到山西 地皮都没踩热又怎么取得沟通 他们又以冯天葵违背延西山命令 没有坚守太原为由控到他 我从来就没有接到过延长官的电报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脚赖 贪身怕死见有机会逃跑 就故意装作没有接到延长官的命令 冯天葵忍受不了他们污蔑川军 当场就发飙了 一番话怼的众人鸭雀无声 但对于延西山的电报冯天葵百口莫辩 就在这时重病未遇的黄绍公及时出现了 黄绍公主动承认是自己扣下了电报 为冯天葵洗脱了嫌疑 随后就怒斥三个不要脸的东西 黄绍公觉得冯天葵如此英勇应该受到嘉奖而不是荒唐的审判 他也解释了自己为什么隐瞒电报 冯天葵得知真相不由地觉得心寒 他知道中央军处处针对川军 但因不至于如此 老蒋在后面听得也心虚地握紧了水杯 有了他的佐证 冯天葵及所有川军才洗脱了冤屈 现在事情已经水落石出 近东我军失利的原因 跟冯天葵没有关系 对于川军的英勇奋战还要急于表彰 但随后的消息才更让冯天葵感到心痛 师作 我们1220 还剩下1300人 从克兰库为何到了山西 在山西开始流浪 没人管 没人问 兄弟们连对方法都治不上 还被友军长相提示 就这样 没有一个兄弟党宝的 都在等师作您的召唤 得到消息好 在郑州建大了大部队 兄弟们全苦 终于见到七人 这我都知道 你们律师打得最苦的 也是受到代议最不公平的 川军太烧气 兄弟不明 千里掉下橱窗看着 其实那么多的兄弟 还被人看不起 师作 我川军真的是好娘呀 师作 我川军也丢了 广泽也丢了 我川军里就没有这样的生命 饶伯华的145是奉命支援南京保卫战 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赶往广德阻击日军 冯天奎也没有想到 曾经与好兄弟的武汉一别 竟然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天奎连 端身为军人 血染黄沙是我的使命 我在日口眼前 绝对不会后天办 哪怕是医生证明 我也毫不在乎 就是蒙子那句话 虽千万人 亡议 松户会站在熬战三个月后 日军大量增兵并在杭州湾登陆 是战局发生急剧直下的变化 后国民政府宣布放弃上海 日军大举进攻 战火开始烧向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 中国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南京保卫战 拉开了帷幕 苏州和长州这个时候已经失守 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攻 此时川军66师也接到了任务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守住宣城和21军 共同阻挡第一中岛师团的进攻 日军中岛师团一路烧杀抢夺 到达了太湖边上 但太湖的百姓为了不让他们渡河 将所有船只藏了起来 日军一气之下将太湖百姓涂害殆尽 日军为了打开通往吴湖和南京的大门 中岛整个师团都从太湖登陆 随后向广德发起猛攻 饶国华现在的处境 与当时冯天奎在山西时一样 部队长途跋涉装备又差 到达阵地后立刻投入战斗 作为饶国华的侧椅 冯天奎对于他的处境也是担心不已 但还来不及协助好友 就得到消息 日军从东西洞庭湖不断增兵 已经集中在廊西附近 六十六市不免也要面临一场恶战 但是宣称铁路被日军炸毁 这样一来冯天奎的军事补给就无法送达 于是冯天奎也想到切断敌方物资补给的方式 他命令封平正冲二人带领人马 前去炸毁日军的副东军火库 日军中岛的两个旅团 分别在廊西和四安 四安是广德的一道屏障 饶国华亲自前往四安作战 日军此时被冯天奎和饶国华夹击 使得自己寸步难行 于是打算让左左牧旅团 沿吴家公路突袭广德 刘汝斋被日军猛火激攻 直接丢下阵地逃了 这让在战火中心坚守的饶国华气愤不已 广德失手意味着 饶国华残余部队将面临日军的三面围攻 冯天奎想要帮饶国华从包围圈撕出一个口子 让他的部队可以突围 但饶国华并不这样想 他的任务就是死守广德 如今广德失手 他也决心与广德的日寇战斗道理 我们初船时属中的父老乡亲 举行盛大仪式欢送 我们表态 我们要有任务血战倒体 把日本起义者赶出中国去 做到胜则胜费 必死 不成功 必成人 弟兄们 我们一定要牢记当初的誓言 绝不给四川的乡亲们和中国人丢脸 黄沙百战穿金甲 不破楼兰中不还 冯天奎收到饶国华的诀别电报心急如粉 他命令所有接线员联系上饶国华 终于在最后与饶国华接通了电话 战火没有给他们继续通话的机会 日军的炮袭越来越猛烈 饶国华面对持枪闯入的日军 抄起了一旁的白刃抗衡 鲜血四剑也让自己身负重伤 他强忍身上的疼痛 将日军逼出 就像他想将日寇逼出中国一样 他拼尽全力反抗 在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7年12月1日 饶国华在安徽广德壮烈牺牲 他是首位在抗战中现身的川军中将师长 他死后 国民政府追赠其位二级上将 面对好友英勇殉国的消息 冯天奎心中万分悲痛 他决心要为饶国华报仇 冯天奎正急行军与日军最强连队开展 路上碰见逃难的百姓 听到日军如此没有人形 他更是坚定了杀光森夏联队的决心 日军中岛师团占领了广德 他们下一个目标 就是冯天奎六十六师所在的宣程 中岛知道冯天奎难对付 他们松本旅团在狼西已经吃过亏 冯天奎将一二旅放在流河 就像一个钉子一样钉在他们后方 威胁着他们的补给 森夏联队是日军中最精锐的部队 甚至在松户会战都是打头阵 他就是中岛师团的一个门牙 就是用来咬人的 冯天奎这次就是要将他的门牙掰下来 给所有牺牲的川军兄弟们报仇 但是毕竟冯天奎只有一个师 终究还是面临寡不敌众的问题 但他看了一眼地形 打算学习红军的作战方式利用地形 将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 他亲自带队赶往市捷 因为森夏联队想要去流动 必经之路就是市捷 他要在日军到达之前部署 流动附近多丘陵和平原 只有市捷以山林为主 这样一来日军的飞机大炮 就没有了施展的余地 这样最适合打阻击战 冯天奎在当地老伯的指引下 熟悉了市捷的地形 这里地形复杂很适合埋伏 老伯啊 这个山洞有几个出口 这仙人洞啊 有三个出口 当年岳飞爷爷 就在这洞里面布下了骑兵啊 杀的金狗是片甲不留 这条路呢 是当年岳飞兄的 我们习惯叫他岳道 仙人洞和点将岗多小山峰 地形狭小山峰耸立 这样的地形很限制日军的飞机 以及重型武器 他很快拟出了作战方案 他命令州团长将一个营埋伏在点将岗 同时岳道山峰侧面再埋伏一个营 打鼓台那边负责吸引日军 然后进行伏击 让风平带领警卫营进入仙人洞 等敌人过去三分之二的时候 突然袭击将日军前后分割 郑冲则负责打鼓台的诱敌 冯天奎也考虑到 日军部熟悉地形不敢贸然进入月道 直接经过视节直奔流动 又安排了郑冲阻击他们 并且激怒他们 再假装一路败退将他们吸引进来 冯天奎将指挥部 设立在整个峡谷的最高处点将台 通过挂灯笼的方式指挥作战 果然第二天森夏经过视节 看到寥寥无几的侦察兵 一眼就看出了诱敌之计 就在他准备用大炮轰炸打鼓台阵地时 郑冲的迫击炮也先太一步 炸得他头脑发懵 森夏还是谨慎地对打鼓台试探性攻击 冯天奎直接下令 让郑冲用机枪大炮直接将敌军的中队干掉 但是如此凶猛的火力 森夏还是没有上当正如冯天奎所料地打算直奔流动 郑冲心生一记打算穿着冯天奎的将军服 带着炸药包直冲敌人前线 却被同在郑讯处的中卫兵一把抢过 他穿着将军服骑着马 挥舞着白布甲装投降靠近森夏 中卫兵在身受数枪后 用最后的力气将炸药包扔了出去 中卫兵也英勇牺牲 几个日本军官就这样丧命 这下才彻底激怒了森夏 命令部队发起全面进攻 命令部队撤队 所有都有沿路留下 小五条 森夏连队最终还是一步步进入了 冯天奎准备好的圈套 把红灯了伤起来 点降港下的伏兵可以准备出击了 按照原定计划 州团长和郑冲发起进攻 一时间森夏连队在狭小的跃斗 被打得四处流窜 面对四方的炮火袭击 森夏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但这一切已经太迟了 弟兄们 别往师座的命令 杀无赦